喜欢在阳台上种菜 我觉得种辣椒真是不错的选择 看一下我种的这两个品种的辣椒 这个辣椒呢 它个头比较大 而且肉质比较肥厚 炒菜的时候摘上几个 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个辣椒呢 是春天的时候种植的 从春天到现在 一直是不断的挂果 阳台上种辣椒 有几个小方法 可以让它挂果更多 长得更加旺盛 第一个呢 就是用大的花盆 我这个呢 是用的比较深的种植香 因为辣椒它的根系是比较发达的 只有让它把根系扎了开 它才能长得枝繁叶茂 挂果才会多 吸收的养分才会多 第二个呢 就是多晒太阳 光照强了 这个辣椒长得更剩 而且挂果还会多 第三个呢 就是补充肥料 我这个里面 一直是撒着干养分 这个养分呢 其实它是最好的 有机肥了 自己在家种辣椒 最好选择有机性的肥料 其实撒上一层干养分 既能疏通土壤 又能够给它补充养分 每隔一两个月 就给它撒一层 是非常的壮实 辣椒结的是零啊 满目 不管是大的小的 都结的非常多 再一个呢 就是浇水 我觉得辣椒呢 基本上是不太用管的 因为在这个露天的环境 等到土壤给它干了 再给它浇水 这些天呢 一个月都没有浇了 因为经常的下雨 它长得也特别的旺 今晚不用管它 天天摘辣椒吃就行了 如果你要想在阳台上种辣椒 按照这个方法 你也会收获一颗颗的辣椒树 好看 谢谢大家